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这晚起是今天6月13号 进行的第十届烂科杯中国围棋冠军赛16强的比赛 由黑方金宇成职业气端对战白方姑子豪 我们一下来欣赏一下 金宇成现在这个上升的势头是非常的猛 感觉最近的这个状态甚至于好于这个 00后希望之星王信号了 在之前的这个尾甲就是一波连胜 然后最近的这个大赛表现也非常的亮眼 特别是像昨天这个 烂科杯的32强上面是战胜了米亦亭 也是战胜一个超级强手 然后这把又对上了姑子豪 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开局黑棋新小木 白棋二连星 单关跳手脚 白棋挂黑棋也挂 右下直接碰 这个后续就是一个AI定式了 黑棋外边拔花 白棋里边拔花 实地与外式的一个转换 那这里其实打一手是非常大的 因为不打的话白棋可以虎 具体那就看周围的配置了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可打可不打吧 你也可以走其他地方 比如说上面靠压 扩张模样 然后走完之后 白棋虎到底下 黑棋再去挂脚 就相对来说选择比较平衡 容易把这个局面给他 分割开来的一种走法 实战黑棋打的话呢 就偏向于底下这里 这个模样的发展了 而且对白棋脚上将来还有一通搜刮 下一招 白棋右上点脚 黑棋因为要发展右边的潜力 所以说从这里挡住 尝一个 白棋小尖 黑棋再飞 然后白棋小飞手脚 黑棋再来一手大飞 这个棋倒不在AI的前参选里边 但是下出来这个心情还是 非常的愉悦的 就感觉这个非常有气魄 白棋直接打入进来 黑棋搬了在虎 白棋打吃 然后按照正常思维来讲 可能黑棋接下来 要对白棋这颗子 展开这个攻击了 不管是从上面震头也好 还是从这儿去逼住也好 实战不知道为什么 黑棋就脱先 感觉在这个 站在业余爱好者的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 黑棋是不太可能脱先的 但职业棋手 可能有自己的思考量 黑棋跳底下 扩张之后 白棋还是右上跳 那这样白棋就更难死了 并且黑棋变薄了一点 然后黑棋继续脱先 在左边坚称 这个是跳之后 常用的一招 可以把周围的模样继续扩张 白棋冲一个 二路飞 常规 补齐 黑棋小飞进脚之后 再来一手 这个大跳 这个大跳主要是为了 补掉左边的这个冲段 顺便把模样再扩张一下 然后白棋右上提 黑棋先来一手点刺 把白棋变中之后 并没有选择粘 因为这个粘确实也杀不掉 白棋拐先手的话 上面有一个冲段 你得补 白棋飞这个外边要靠出 然后等你补了之后 白棋再迂回过来 再把眼位扩大 这个棋就很简单活棋 实战这个黑棋是回到右下角提 这个提还是强调 对于白棋脚的一个收割 并且你不走的话 白棋将来二路断打 使得这个结 让黑棋的负担就比较重了 提过来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也更厚了 然后白棋再选择打入 这个地方白棋的这个下法 都是基于强大的计算 毕竟是古老式的这个白棋 那这个地方 首先不是很怕黑棋去夹击 因为夹的话 首先白棋提节先手 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靠压的手段 如果说黑棋扳 挺头 那白棋顺便可以跳出 这个黑棋也没有把握 就一定能杀 扳断 白棋二路脱 打一下 再从这儿再一打 可以直接利用个弃子 虽然说这个地方白棋气不够 对吧 卖一气 但上面这里黑棋的气井的话 周围白棋还有些借用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战黑棋是照过来 这个要求全杀 并且 不想伤到外边的后包 白棋如果说仍然是爬一个 二路脱 再爬呢 黑棋直接漏过来 这个棋可能白棋够枪了 底下反正最多只有一只眼嘛 外边都是黑棋的铜墙铁壁 能不能再搞出来一只眼就另说了 实战白棋还是提节啊 这个提节 让底下留了一个断打之后 其实也间接的影响到 被黑棋照过来这颗子的活力 然后黑棋非常灵活 又来一个点33 一会发展模样 一会去捞具体的空 白棋非常的暴躁 直接断打 不给黑棋任何转身 针先手再补的机会 接下来利用左下这里的二路脱 作为节彩再提 然后黑棋走了一手 这个二路碰 这个棋白棋是要跟着硬的 就是如果说你消节的话呢 忍受不了被黑棋二路夹下来的这一招 这个夹下来 首先这封死了 封死的话 然后白棋左下角还得在后手补活 然后这个黑棋又可以在上面继续发展 这个白棋损失大了 实战白棋长一个 黑棋提节 然后白棋左下角这个冲一个再提 黑棋边上冲下来之后再提 然后白棋底下冲 这个地方就如果说黑棋跟着硬的话 白棋提节 黑棋下一枚节才就比较难找了 因为左边基本上用光了嘛 那可能只能在左上角继续贴一个 然后白棋就可以消节 这个节才找的对于白棋来说 影响到并不是很大 毕竟你这个点赛三加贴加班 花了三手期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还露着风 上面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拆出来 就是黑棋围的不是很大 这个转换应该不是很满意 所以说实战黑棋就打吃消节了 然后白棋搬 黑棋选择倒下来 这个棋下的话呢 很显然黑棋还是对白棋念念不忘 想要杀棋 不然的话黑棋断这个棋子 那还真的不好杀 因为白棋一打底下一虎基本上就活了 黑棋不能说忙活半天 特别是右下角打吃在这去消节 最后放白棋活那肯定是不愿意的 实战倒下来搜根 白棋虎一个 黑棋搬虎 下一招白棋选择的是长这个 如果说粘的话呢 那也不一定的活 黑棋长连回来 你虎一个他搬了再 这个可以先刺一下再压住 那白棋怎么看最多也就一只眼 也是比较危险的 并且马上再往前走一头 撞到黑棋右边这朵花上面 也比较勾强 所以说白棋这个尾巴弃掉了 选择长这个 那黑棋断吃回去之后 白棋脚上再一挡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的是并一个 这个棋AI的一选是黑棋压住 因为压住的话 并不是很怕白棋冲断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说直接断 那黑棋站 底下主要是白棋挤不回去 挤一个度过的话 黑棋一打就连回了 这个白棋不行 实战黑棋并一个 白棋虎一个 黑棋长 白棋再压 黑棋点刺 白棋冲了之后 黑棋退 白棋沾 下一手棋 黑棋往上跳 接下来白棋长一个 黑棋直接飞 这个吓得异常的生猛 这个棋是咄咄逼人 不给这个白棋任何喘息之机 当然同时 黑棋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因为这个暴鱼圈是非常薄的 实战白棋冲在这之后 黑棋选择跳 并没有拐 拐的话主要被白棋冲一段 这个黑棋 还是不太行 因为毕竟左下角有一个段 你补断的话 白棋上边这一冲 再一冲 再一成 跳一个直接这两颗子被针死 那显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跳在这儿去补 接下来白棋靠一个冲一个断打之后 再把底下这个给冲断 黑棋直接跳方补齐 刚才我们讲到白棋底下挤不过去 这儿一个断打 所以说白棋沾 黑棋扳死这几颗子 白棋收气 黑棋再打 那这儿被白棋先手坐摘一只眼 中间两颗子含在嘴里 随时可以提掉做活 那白棋在中间还能继续出头坐眼的情况下 大龙已经相当于暗定了 所以说下一手 白棋选择的是点刺完之后 上边挡住 已经就是把这个左上角去定型了 黑棋如果说中间沾两颗子 白棋跳 这个是不太容易杀的 你冲一个破眼 白棋可以飞在这儿 因为黑棋时刻要注意这两颗子 很有可能被白棋包进来 外边白棋还要再出头 你要是点的话呢 白棋跳架 冲断 那白棋可以虎这个 等你再打持 往下打的时候白棋贴住 你再顶的话 这一打一瞻 直接搞出来另外一只眼 这个立方坐眼不是很难 所以说黑棋也就不管了 左上角直接按一个定式去下 其实这个局势走到这儿之后 是白棋占据着优势 毕竟白棋在黑棋的空里面活掉一大块 对吧 那怎么分析都是白棋好 从AI的胜率来看 确实也是白棋领先 下一手棋 黑棋右下角搬了再点 这个局部是一个打结活 就不管白棋怎么下都避免不了这个结真 要是先提再打拔 黑棋就起也是一样的 实战白棋是靠这个 然后黑棋选择的是沾上面 如果沾这个右下角的话 那白棋提一个 扳那其实还是一个结真 那这个结先放在这儿 不管啊 黑棋把右上给沾了 白棋拐出来之后 黑棋贴回 白棋夹一个 黑棋直接冲中间的这个眼 长一个 把白棋赶到外边去之后 右边再来一手这个照住 想把白棋两块棋缠绕攻击 那相对来说的话 左边这条龙肯定是先要去管一下的 贴住作眼 黑棋右上去立 白棋打吃 黑棋跳 这个棋白棋肯定是得补中间了 你不补的话被黑棋飞刺过来 那这个棋明显搞不出来第二只眼 这个空间太过于狭小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是搬一个 黑棋右下角沾 白棋提棋之后搬 然后黑棋打 局部还是一个棋针 只要白棋打黑棋就提 实战白棋并没有去打这个棋 而是选择往右上去挖 处理边上这一块 那黑棋下方一打 等于说形成了一波转换 右下角这个棋的话呢 白棋是活不了了 已经尽死了 因为如果说挡下来打吃的话 被黑棋这一提 在一起马上要两眼活嘛 白棋要打吃 黑棋直接从后边一打 白棋接不轨 实战的话 这个白棋往左边飞 不过下到这儿呢 白棋确实还是不错 黑棋毕竟在中央这一带的强攻 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控损失了不少 接下来黑棋冲一个断打 白棋反打之后 往上边唬一个 随着棋盘的缩小 双方的交锋 来到了上方这一块 黑棋这手夹 也能看出 黑棋对于这个时候的预判 非常的不利 不然的话 这个棋很有可能 从外围这样去围一围 夹到这儿 希望白棋唬在这儿 然后黑棋打得再长 这样搜刮的更猛 当然会遭到白棋的反击 这个白棋没有虎回去的心情 实战先往上 逼住之后 凑一个调子 再从这儿冲出 黑棋搬 白棋打 黑棋直接跳下来 要整体杀白棋 下一手 白棋打了瞻 黑棋往上飞阵 白棋小尖出头 这个地方看似白棋勉强 实则黑棋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黑棋跳家的话 那白棋冲了拐了 断 黑棋虎一个 白棋打吃 这儿一穿是可以连回的 因为你沾这个 他沾这个 你打的话 白棋冲过来 再冲再拐 没有任何问题 实战黑棋跳一个 白棋小尖出头 黑棋右边打了沾 白棋拐一个回家 黑棋小尖 白棋二路点 这个是一个局部守经 因为如果黑棋挡的话 白棋冲了 断 你虎一个 白棋即便 提掉先手 就可以直接连回了 压住的话 白棋爬回 局部也是火棋 所以说 右边的白棋 暂时安定 关键看上面 这里到底怎么说 黑棋如果说 仁慈一点 跳在这儿去违控的话 那白棋一手 小跳 这个直接回家 这个棋 黑棋是无法分段的 直接被白棋冲断了 实战黑棋是 像不飞在这儿 白棋冲 黑棋顶了 白棋再往前冲 下一手 黑棋跳 白棋选择单长 这里如果说 白棋冲了 黑棋断 白棋靠了之后 沾这个的话 那是不行的 因为黑棋双 白棋沾跳 那上面三颗子 就直接被黑棋 给割下来 实战白棋往前长 黑棋连回 白棋中间 靠一个 外靠 这个地方也有陷阱 黑棋不能随手的去扳 不然的话 白棋这一长 你一贴回 白棋再一沾 中间有个段 等你补中间段的时候 白棋右边这一挤 黑棋明显 又要被断持 两个段 不行 所以说 黑棋尖顶联络 白棋长一个 下一手棋 是决定胜负的一手 很可惜 黑棋没走对 但是这个地方 计算过于复杂 看到AI的 这个变化图之后 才能理解 其中有多么的深奥 这个地方 一选是黑棋挖 先把白棋 给搞断掉 这样的话 白棋冲 黑棋断 上边拐 黑棋粘 白棋粘中间 黑棋挤了之后 白棋挖粘 黑棋再断 这个里边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对杀 然后白棋就冲上面 黑棋自然是不能粘这个 不然的话被断打接不归 粘这个的话 被白棋断 然后黑棋粘 然后白棋中间 因为只有这个 现在来看只有五口气 你肯定得长气 白棋得粘一个 然后黑棋粘 白棋再断吃 这个地方 黑棋也要冲回去 白棋提 黑棋再联络 这样这个气稍微搞一搞之后 白棋往左边肩 去收黑棋的气 黑棋要盯住 白棋拖的话 黑棋打了粘 这样白棋左边冲回 黑棋上面跳 把白棋这一串 给他割开来 就好几块棋 要在一起纠缠了 然后白棋 左边挡的话 黑棋就往上去打 白棋左边冲 团住锦气 黑棋往左边冲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是断不掉的 断的话 被黑棋扑了 打劫不归了 白棋只有团 然后黑棋粘 这样白棋再往上团 去紧气 黑棋可以立下 这样我们会发现 其实白棋两边不入气了 这一块也死 上边跟着死 最终白棋三块棋 全部被载 所以说 这个根据AI往后摆 好多步 会发现最终 黑棋挖这个是白棋不利 但这个对于 这个人类来说 计算量也太大了 而且可能下到这 时间也不太够用 实战黑棋冲这个 是问题手 被白棋挤一个 这就连回了 而且气长了不少 之后白棋往上去贴住 如果黑棋直接断的话 白棋粘 这样黑棋中间也得粘 然后白棋上边冲 上边再一拐 再扳回的话 就其实 这儿有个结针 这边挤了之后 黑棋粘 白棋有个铺结 然后可以利用 左上角这里的点刺 之类的作为戒材 再去跟黑棋打 所以说黑棋不仅是 一步棋没走队 导致这个龙杀不掉 而且还让自己这儿 多了一个被白棋 铺结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这个棋 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实战黑棋冲一个 左边挤一个 上边贴住 白棋选择挖毡 把这个尾巴连回 黑棋上边断 断完之后白棋粘 这个断点没了 黑棋得补断 下一手 顾子豪出现了 这个致命失误 本来这个棋 白棋往右边去贴住 吃掉这个小尖 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黑棋上边 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挤了之后 铺结 这个非常头疼 他补这个结的话 白棋左边断 是可以确保中间大龙 顺利连回的 这个地方冲下来的 什么的都没有棋 这样收官白棋优势 但始战白棋 选择冲上面之后 再冲 再立被黑棋挡住 这儿是一个巨大的误算 非常之亏 关键在于白棋 这里断是没用的 因为断的话 黑棋把这个打吃 断打沾上 补齐 白棋上边吼一个 黑棋在团 这个里面并不是一个双活 而是白棋尽死 慢一气 那既然这里不能断 白棋这一串 往这个一路撞头的 这个交换 完全就是存亏 那这个木树亏掉之后 白棋 再往上去铺结 其实这个已经比较勉强了 左边冲一个提结 黑棋沾 本身结 白棋挖 沾上 紧气 黑棋提 白棋下方铺一个再提 黑棋中间挖 提结 然后白棋左边断 黑棋沾 白棋再提 黑棋右边尖 白棋上边打了之后 右边连回 黑棋再提结 白棋一路铺 这个都已经是损结了 但是现在过不上这么多 再提 黑棋右边团了 再提结 走到这儿 白棋结材用干了 已经没了 所以说只能被迫 选择把这个右下脚给打持 但是这个脚跟上面比起来 肯定是不重要的 黑棋提掉之后 白棋提掉 虽然说右下是活了 但被黑棋上方再来一通搜刮 白棋还是不太过 包括这个右边被逼成两眼苦活 底下黑棋再一般把三颗子联络 后面这个棋 白棋就毫无机会了 基本上就是黑棋控制在盘面15目左右 最终下到这个 黑棋粘节的时候 白棋人数 那这盘棋确实也是大起大福的一盘 并且黑棋开局的这个大模样的扩张 可以说下的是非常的潇洒 但是在后来 对于白棋底下这块大龙 黑棋过于的追求要强杀 导致这个不仅没杀掉 而且空被淘掉不少 白棋一举逆转了局势 好那千万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